有这个东西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要做一个softmax分类器 那么对于这个softmax分类器来说 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是不是说先要把这个得分值 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得分值 做一个规一化的操作 使每个值映射到一个0和1的范围区间上 咱们接下来要做这个事 直播说咱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咱们顺便还把它的loss给它求了一下 这里咱们先定义了一个loss 让它出值等于0 还有一个grace 这个grace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要往这里存一些t度的值 咱们来看一下 这块咱们接下来就要算一下 这个softmaxloss了 softmaxloss是根据咱们的一个得分值 还有咱们给定的一个label值 来去计算出来的 咱们来找一下 咱们找一下这个softmax 这呢softmaxloss 我们看咱们softmaxloss怎么做 首先咱们就是说传进来一个x是咱们的得分值 然后还把它的一个y真实的label值给它传进来了 咱们第一步要干什么 咱们第一步是不是说要把当前这个类别 属于这10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给它转换成一个概率值 所以说前两行代码 咱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规议化操作 做完了简单规议化操作之后 咱们现在这个propos就是说 咱们得到了当前这个输入样本 它属于每一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 得出来这个概率值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对这个softmax分类器 求一下它的loss值 求它的loss值也是很简单的 付的logp就可以了 但是呢这个p是取哪个p p一定是取它真实类别的那个p 我们看这会有一个y限制住了 也就是说咱们算loss的时候 要看一下它属于它真实类别的那个概率等于多大 咱们要拿那个值去计算咱们的一个loss 算完了这个loss之后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这块这个层是一个softmax层 对于softmax层 咱们是不是反向传播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求导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完成这个求导的操作 那么对于softmax层 它的一个求导操作 咱们就不推了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吧 它的一个t度值就是等于它正确类别那个分类的概率值 也就是说在props这里边它等于正确的 就是说label给定的那个类的一个props 一个概率值在减去1 就完成了一个softmax层求t度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咱们把这个loss还有t度给它返回回去 就完成了咱们一个softmax层的一个前向传播 以及它的一个反向传播 那么咱们现在得到了一个data loss 以及softmax层的一个反向传播的t度值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继续来去做这个事了 继续把咱们的t度往前传 咱们来看一下 在咱们往前传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了一点 就是说咱们再去计算这个神经网络前向传播的时候 其实咱们还有这样一个正责化惩罚项吧 也就是说咱们要惩罚这个w1和w2 那么对于正责化惩罚项来说 它是等于1二分之1w方的一会儿 咱们还要把这个东西也给它利用上 这里就是说咱们最终的一个loss是等于一个data loss 加一个正责化的一个loss 然后咱们现在是不是说算完了这个softmax层的一个求导了 算完softmax层传下来的一个t度之后 咱们要算的一个是该算这个 我们看这是一个softmax层 咱们是不是要算这个w2了 咱们要算这个w2和b2了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w2和b2 它等于一个反向传播 就是一个offend backward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反向传播 我们找 对于这个反向传播 其实它计算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我们看输入 输入就是什么 一个data就是一个softmax层 传到咱们w2的一个t度 这个catch呢 catch就是说咱们刚才缓存的一个 这么一个第二层的一个中间计算的结果 这就是咱们刚才前向传播缓存下来的一个值 那么首先呢 咱们要算这个算什么 咱们是不是要算这个dw和还有这个db啊 这两个东西是咱们希望得到的 那么怎么算呢 咱们要遵循这样一个量式的法则吧 也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这个x来说 它传播下来的到它的t度等于多少啊 是不是等于它当前自身的t度啊 它自身什么 它是w乘x吧 w乘x 比如说对于x来说 它对于x求导等于什么 等于w吧 所以说它最终呢就是等于这个w 在乘上它的一个传下来的t度就可以了 那这是对于x来说咱们这么算 那么其实呢 对于w来说啊 它也是这么算的 w咱们要怎么算 对于w来说 wx求偏导是不是等于x啊 所以说它又等于x在乘上上一层传下来的t度吧 只不过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先把这个啊 刚才咱们要计算的这个x啊 给它resharp一下 resharp完之后啊 它就变成了一个 n行dd啊 也就是说 它变成了n行n行 代表着它有n个样本 dd啊 代表着它有4啊 它有d个特征值啊 给它稍微规换化一下 然后这是啊 咱们对dw啊 咱们使用一个dout 再乘上一个x转置 然后呢 对于db呢 对于db来说啊 它就更简单了啊 因为b这个参数啊 对b自身求导就等于1了 所以说呢 它就等于上面一层传下来的这个dout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把这个dx还有db啊 还有dw给它返回回去啊 这样就ok了 那么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求这个dw1还有db1 以及呢这个dh1啊 dh1就是咱们刚才算的那个dx 然后呢咱们接着往前传啊 接着往前传咱们要干什么 接着往前传 是不是说 咱们来看啊 是不是到这了 这是连接刚才那个层 咱们先算到这了吧 算到这之后啊 咱们要怎么办啊 是不是还有一层软路层啊 对于这个软路层 咱们也要进行一个反向传播 软路层反向传播完之后啊 还有一个全天阶层 还要进行一个反向传播吧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里呢 咱们进到了dw1软路backward 咱们来找一下 我们看啊 在这里有一个啊 带软路backward 在软路的backward 咱们首先干什么 是不是先要对这个软路激活层 进行一次反向传播啊 有一个软路backward 咱们来找一下 软路forward 软路backward 其实呢 对于这个软路backward 它就更简单了啊 咱们可以来说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啊 它是不是一个max0到x函数啊 max0到x函数啊 它求提度怎么求啊 咱们来看 它求提度是不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它是 大于0的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x啊 x求导的 等于1 1再乘上dout呢 就等于一个dout吧 也就是说 如果说 当前这个值啊 它是个大于0的 那它就等于上面一层 传下来的提度 如果说当前这个值呢 它是小于0的 那是不是直接就等于0了 那也就是说 对于软路这个激活层啊 它的一个求导 还是很简单的 如果说啊 它是啊 我们先让所有的值 都等于dout 就是都等于传下来的值 然后呢 让它小于等于0的 就是说 让它小于0等于0的 因为它没有个提度嘛 所以说 把它的提度啊 再复成0啊 这样就完成了咱们一个 软路激活层的一个反向传播 完成了软路这个层的反向传播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又到了这样一个啊 比较正规的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反向传播了 在这个反向传播之后啊 所以我们看 这个da是咱们这个软路层计算完之后的一个值吧 咱们拿这个da 当成咱们先当前的一个dout 再把这个dout 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那样 再去算一个dwdxdb 再把这三个值啊 给它算出来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反向传播的过程啊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已经把这个dw1dw2 还有这个db1db2分别给它计算完了 咱们把这个东西分别计算完之后 就完了吗 咱们来想 在咱们反向传播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还少一个东西啊 咱们少什么 咱们还少这个正则化惩罚项吧 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说了 我把这个先去掉吧 咱们刚才说了 有这样一个二分之一w方 还有这样一个二分之一w2方吧 所以说咱们要对这个也求个偏道 对它也求个偏道吧 它求到等于什么 等于w1 它求到等于什么 等于w2 也就是说呢 咱在这里啊 还要加上一个东西啊 dw1和dw2啊 还要加上咱们正则化惩罚项的一个偏道数 那么在这里呢 最后有ig什么意思啊 ig就代表着 一个你惩罚的力度 比如说你惩罚的力度比较小 你就是0.0001 如果说你惩罚的力度比较大 那就0.1 对吧 咱们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惩罚的力度 那么现在就是说 最终再加上这样一个正则化惩罚项之后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反向传播 完成了完整的反向传播之后啊 咱们就把咱们刚才算的这个dw1 dw2啊 就是说咱们刚才算的一个t度值 都保存在这个grease里边啊 咱们一会就拿这个grease去更新咱们的一个网络的模型啊 这就是咱们完成的第一步 好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说咱们的第一步啊 已经把咱们的这个网络的架构给它写好了 以及呢咱们把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啊 基本的操作都已经写完了吧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 嗯就是说 接下来咱们看这个代码是咱们 呃一个 呃就是说咱们要训练这个cf1啊 这个数据集啊 它的一个完整的啊 它的一个完整的代码 咱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步呢 咱们刚才完成什么 咱们刚才完成的是这个2layerNet 完成这个类吧 这个类呢 咱们刚才啊 把前向传播反向传播都订好了 咱们的model就等于这个类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第一步看什么 接下来第一步咱们是不是说 先要把咱们的这个数据啊 给它拿到手啊 咱们该怎么办呢 嗯 就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下载完的一个cf1数据啊 大概是长这样子啊 它有一个batch1 还有batch2 batch3 batch4 batch5 每一个batch里呢大概是1万张数据吧 对于每个batch啊 都有一万张数据 刚才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要玩的时候啊 其实咱们不用这么多数据吧 在这里呢 我只是在batch1这里边啊 取了5000张来玩这个事啊 咱们可以拿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get这个data 其实呢 在这个函数里啊 咱们只需要指定这样几个量啊 就是说 你需要告诉我一个你train的data 需要找多少个啊 这个validation 以及test data 分别取多少个 咱们这里啊 因为一会儿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不就是说不太方便去迭代太长时间 你说我迭代个七八分钟啊 可能有点时间太长了 咱们尽量啊 让咱们的迭代速度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啊 这样咱们讲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呢 其实咱 然后啊咱们在这里 就是说之后啊 大家会把这个数据和代码发给大家 大家需要改个东西啊 就是说 需要指定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数据员的位置啊 看我这里啊 我是在这里 就是一个CFAR-10-bychase-py啊 就是这个文件夹 你要把这个文件夹的目录啊 给它指定好啊 也就是说大家需要自己去改一下 你把这个文件夹给它下在什么地方了啊 一会儿会把这个代码啊 还有数据都传上去啊 大家也可以拿这个数据的代码啊 咱们亲自的来玩一玩 然后咱们干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其实啊这个get data里边啊 主要就做了一个数据切分的事啊 我们看咱们在这一块是进行了一个数据切分啊 咱们让前五千个数据 它是等于训练的 然后呢那五百个是等于validation 那五百个是等于测试的 简单的做了一个数据切分的操作 然后呢对于数据啊 咱们还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处理啊 也就是说咱们要把数据啊 给它都减去一个均值啊 让它以零为中心化做的数据 对于tune的数据 咱们减去一个命值 对于validation的减命值 对test 咱们也进行了一个减命值的操作 然后啊就是说我还做了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变换 刚才咱们这样的数据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 嗯就是说一个channel乘上height乘上一个white啊 就是说它的一个通道乘上长和乘上宽啊 但是呢在这里啊 咱们做了一个啊稍微的变换 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呢 要考虑一个batch size的东西啊 咱们一会儿在迭代网络计算的时候 咱们不是一张图像一张图像去计算 咱们要输入的是一个四维的东西啊 给大家写一下 咱们之前啊 是不是说都输的是一个32 3 32 32 对吧 这个代表一个彩色图啊 这个代表h 这个代表w 这个代表c 对吧 咱们接下来的输入啊 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b啊 咱们用它来表示一个by 也就是说呢 咱们一会儿啊 要输入的是一个多个图像 一起输入到网络当中来 这样网络呢 一次去训练多张图像 那么多张图像呢 咱们一起计算一个loss的均值啊 一起去更新t度的一个均值 咱们一会儿呢 都要是一个byte 一个byte 这样进行这样一个迭代的操作 好 那其实啊 这个就是咱们读取数据的操作啊 读取数据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啊 就是说指定好这个数据量啊 咱们在这个代码 咱们就可以上那个每一个这样batch里啊 去取了啊 这里我只是取了第一个batch 在第一个batch里呢 取了5000啊 6000张吧 5000个 5000个训练啊 500个测试 还有500个validation 那么取完了数据之后呢 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模型也搭好了 data也找好了 咱们干什么 咱们还要写这样一个sour